秦桧在历史上有这么大的恶名 跟岳飞有关 这件事 这个 听这个评书说却传 你会觉得就是岳飞要北华 什么朱贤镇大捷 然后皇帝十二道金牌召回来 然后就是诬告他谋反 在封波亭处死 这是评书上讲的 评书上这段内容 除了有点艺术的夸张之外 大体属实 岳飞在正在组织北伐的时候 被皇帝召回来了 然后就是秦桧的一个 同党叫墨七谢 给皇帝上奏折 告岳飞谋反 还有岳飞手下一个部将 叫张献 说他谋反 然后皇帝下令 就把岳飞 包括他儿子岳云 包括张献 通通抓起来审问 实际也没咋审 根本就没有审问 抓起来之后 直接就判刑了 就出死 按照宋史的记载 岳飞被定罪之后 另一个抗金名将 韩世忠 站出来 暴打不平 他不敢去质问皇帝 他就来质问宰相秦桧来了 韩世忠给岳飞报不平 来问秦桧 就是岳飞被处死 现在宣布他死刑 他到底什么罪啊 说他谋反 他是谋反吗 有证据吗 然后秦桧说一句话 说非子云与张献 疏随不明 其尸体莫须有 就说他们之间 那个 那个有些证据 确实不太充分 证据不充分 为啥就定罪了 让秦桧说 证据 证据也不需要有啊 叫莫须有 这仨字咋理解 传统上是理解是 不一定有 也许似乎 可能 差不多 大概是有 这叫莫须有 就说岳飞造反 有证据吗 韩世忠来问秦桧 就说可能有吧 然后韩世忠就说 莫须有三字 何以夫天下 你就说个可能有 完就把人杀了 这天下能服吗 但现在学者的说法 把这事弄得相当复杂 说这莫须有 到底啥意思 我们这个历史学家 根据宋代的语言啊 文字啊 对这个字进行 深入的研究 然后什么叫莫须有 传统说法是也许有 然后第二种 历史学家认为 第二派说法说 是必须有 莫须有的意思是必须有 第三种说法是 就是有 历史学家一研究 把这事就整复杂了 但不管咋说 秦桧就说仨字 就定了岳飞的死刑 莫须有 你说必须有 好像也有点主观吧 反正岳飞之案 我们说他是冤案 关键就是在没有经过 正式审理的情况下 直接就定了罪 然后就把岳飞和他儿子 岳云都处死了 这件事情 在当时影响很大 在后代 是秦桧被骂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秦桧被骂名 就跟这事有直接的关系 他知名度那么高 跟这事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啊 我们在这里 平心静气的耳论呢 这事不能全怨秦桧 如果皇帝不想处死岳飞 秦桧有那么大本事吗 岳飞当时级别是很高的 附属密使 附属密使 相当于咱今天军委副主席啊 国家军委副主席啊 秦桧你就国务院总理 他哪有那个权利吧 岳飞政策 归根结底是皇帝想让岳飞死 秦桧不过是一个执行者 而且后来也是一个背黑锅的 底下人都跟韩世忠一样 没有人敢指责皇帝不对 就把这笔账都寄到秦桧身上了 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背黑锅的 然后后代就有很多的野史 谈这个事 攻击秦桧 咱举个例子 明朝天主城西湖游览至于这本书里头 讲了一个故事 你能看懂古文 你看不懂古文 看不懂古文 你听我说 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我认为不属实 说当年秦桧想要害岳飞的时候 跟他老婆王氏在东窗下密谋 到底应不应该杀了他 然后他媳妇王氏说 秦桧义纵虎难 老虎你抓住啊 容易 你要把这老虎放了 想再抓 哪那么容易 那就难了 这回你把他摁到这 不杀到他 以后就没这机会了 就这意思 结果秦桧就下定决心 把岳飞干掉了 后来有一天秦桧游西湖 莫名其妙的在船上得了病了 因为他看见有一个人劈头散发在这 骂秦桧 说你误国害民 我已经向老天爷那告证你 撞了 马上就要你命了 结果秦桧回来就死了 没有几天 他这儿子也死了 然后他媳妇给他们爷俩 做法事 追捣亡灵 这个道士 看样是个高手 能进入地府 这道士做法 进入地府 发现他儿子在那带着铁家 然后又问 太师何在 就是这个秦桧的头衔 说在丰都城 就是在鬼城呢 而这道士跑到丰都城一看 这个秦桧 再加上诬告 岳飞那个莫其谢 都在这带铁家受刑呢 然后这个秦桧还跟这道士说一句话 你回去告诉我夫人 东窗事发 我们今天这个成语 这个习惯用语 东窗事发 典故是这么来的 虽然这个事啊 他成为一个成语了 但是啊 他不属实 秦桧和他儿子 不是同时死的 这个不符合历史事实 这都是后人 恨秦桧的人 编的 编出来 埋着他的 但从这些故事里 我们能看出 秦桧在后代 很不得人心 不仅在后代 在宋朝当时 因为这件事 秦桧就把自己搞得很尴尬 搞得很尴尬 搞得很尴尬